各位丰盛清泉的好朋友 每天渴望到神的清泉来领受祂的喜提 也来领受祂的丰盛 这是人生的福气 每天我吃门之前 一定跪下向神说 神啊我到祢的清泉 来领受祢圣殿出来的清水的浇灌跟喜提 把我里面的污秽洗干净 把祢丰盛的生命赐给我 保守我今天活在祢面前 满有祢的生命 我们继续在第五章 从第八节开始 他说人生要有积极面的思考方向 所以有的人看见说 哎呀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不公平啊 所以呢为什么穷人受欺压 然后公益公平都没有了 他说你不要惊讶 因为上面还有一位 高过居高位的建察 在上面还有一位 还有更高的 今天我就是要把这句送给你 不要抱着很多消极的思想 看见这世界的不公平 就心里就沉下来 我也不要做义人了 我也不要行善事了 这是消极的 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但是传达人告诉我们说 还有一位在上面建察 没有一位能高过他的 所以当你看到不公义 不公平的时候 谁为我们还这个公平呢 你告诉自己 上面还有一位更高的 在建察 实在是这样的 神是建察人心的 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方法 来改变人 我们改变自己 有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式 还有一位在我们上面 这一句话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警醒 我们不能自己做主 是那高过我们的那一位 在建察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会思考 神在看 神在看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参考 诗篇139篇 神在我们思维环绕我们 我们无论到哪里 他都在哪里 建察人心的神 这一句可能可以 做我们很大人生的安慰 使我们的人生 不足以消极 然后抱不平 有的人真的用他一生 抱不平 这也不顺眼 那也不顺眼 没有一个人是好的 这样是浪费生命 感谢神 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 有一位在我上面 检查我的神 检查每个人的神 我们叫做光照 神的光照我们 使我们走在神的公益 公平里头 我们同时也被交托 来实行善化 公益 公平 你的公司 你的家 你对待人的心态 态度 都要在公益里面 来行事 对的就对 不对的就不对 你里面 因为有一位神 在管理 谁是我们的大法官 是圣自己 谁是我们 随时在旁边 帮助我们 为我们辩父 是那位圣灵 所以 有时候我们做错了 圣灵是指责我们 悔改 悔改 我们一定要顺服他 有一位高过我们的 居高位的 在监察我们 但愿今天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敬畏上帝 那位高位居上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 我们感谢你 这世界实在有许多的不公平 求你释放我们的心 不因为这不公平 使我们自己也变成 很负面的人生观 感谢神 神你是公益的 你是居高位的 你是检查的神 求你先检查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在你面前 无所亏欠 也帮助我们 释放我们 使我们也成为一个 行在公义里面的人 祝福我们的一天 祝福我们的一天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